陈老师我们知道中医经常会强调一些概念啊 天人合一 顺应天时 那在我们小儿推拿当中 有没有就是这种概念的体现 比方说我们根据节气来给它进行相应的推拿呢 有 中医讲天人合一 天人相应 小儿推拿是中医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它也是讲这些的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经浙节气 经浙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打春雷 下春雨 是吧 阳气开始生发了 开始进入到春天了 那些冬年的小动物呢 就都醒了 随之而来的那些病毒啊 细菌啊 邪气啊 慢慢也开始复苏了 复苏了之后呢 它就开始欺负小孩了 所以这个节气的小孩特别容易感冒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补补小孩的正气 是不是特别好啊 它虽然是肺虚 但中医里头啊 说肺气是由脾气发生的 所以这个时候小儿推拿 多用补脾经这个手法来代替 那是什么样的手法呢 脾经在哪呢 脾经在我们孩子大拇指的饶侧源 就是这侧源从手指头尖到手指头根 这点成一条直线 补的时候呢 我们用我们的右手的拇指从指尖推向指根 是这么推过来的 这就是补脾经 一般要推多少下啊 25下 没有 这个可不行 这个一般要推三到五分钟 三五百下至少是 也是朝着一个方向 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来 这是我们说 说这个时候我补脾经是个好事 经折时节 我们记住补脾经 嗯嗯嗯嗯嗯嗯嗯